好了,现在是第十九个要点,处理情绪和不被人影响。 我们处理情绪,其实需要处理思想,然后处理情绪。 为什么很多人容易发露呢? 因为他们的思想很多不正确的地方,他们的思想是说人不好啊,世界不好啊,人对我不好啊,都是很多这些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想法就会有负面的情绪。 处理思想比较处理情绪容易,但处理思想也需要首先明白什么是圣经的观念。 这个观念,例如第一个经文说,西篇118篇六节,有要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帮我怎么样呢? 这个经文很重要,神帮助我,我不用惧怕,因为人不能破坏我,人不能伤害我。 这个信念是什么呢? 神帮助我,没有人能够害我。 人不能做什么不好的事,所以我不需要惧怕。 但很多人不是这样思想的,他说,他对我不好,是不公平,我就要对他不好。 有没有听过这些信念? 这是,因为他们有世界的家居观。 就是有些人信耶稣也是这样的。 人对我不好,我就要伤害他。 他以为这个是处理的方法。 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有圣经的思想,正确的思想。 神帮助我就够了,人不能伤害我,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我善待人更有机会。 当人有这个思想的时候,他的情绪就不会容易被人影响。 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人,被人冒犯,马上发露很严重。 完全地发露对人不好,放弃,就是封闭友谊的关系,停止友谊的友谊,就是停止友谊的关系。 就是因为他对我不好,我就要憎恨他,到底。 因为他们心中有这个错误的想法。 你 中文有句话, 你对我什么,我就对你什么,就是我忘记。 意思就是说,你害我,害我些少,我就要害你更多。 这个思想,错误的话,就影响他的情绪了。 他的情绪就会常常不好。 常常不好有什么后果呢? 他就会很难与人有好的关系。 很难平安做人,很难享受生命,很难有力量。 自己就受苦了,整个生命就被魔鬼偷窃杀害,委坏。 很多基督徒有这个情况,甚至传导人也有这个情况。 甚至传导人也可以被自己的思想,错误思想。 他的思想未必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看圣经里面的思想。 这个世界的,这个神的价值观和世界的价值观的分别。 我们明白神的道路是怎么样,神会善待爱他人, 所以我不被人影响。 人不能害我,人能把我怎么样。 这样的话,处理好思想,然后就处理情绪了。 被人伤害,总会有不开心,但我就说,这是他的问题,神会善待我,所以我就放手。 我就不需要被他影响我的情绪了,我就可以平安了,可以轻松了,而且亲近神。 但我发觉这个事情,很多人也发觉这个事情,处理思想比较处理情绪容易很多。 处理思想可以很快,我不需要发露这是他的问题,但情绪里面还是不开心。 尤其是半夜醒过来的时候,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曾经被人伤害。 有些小事是这样的,我们都忘记这个伤害,但总是觉得不舒服。 有没有曾经经历这个事情,早上被人骂了,上午都忘记了,但整个上午都不开心。 这是因为这个不好的经历影响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接受这个经历,就受伤害。 这个伤害就会继续地影响我们的情绪。 所以处理情绪是困难的。 我见过很多传道的人,也是被情绪影响,很容易地发露啊,这个就是破坏生命的,我们就需要处理了。 好了,第二,这个经文很特别的,罗马书15章3节。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里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这是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辱骂里人的辱骂都落在耶稣身上。 所有的辱骂都去骂耶稣。 所以耶稣承担了这个辱骂,我还需要承担这个辱骂吗? 人骂你,他说你没有用。 这句话停留在空气多长的时间呢? 他骂你,没有用啊,你真蠢啊。 这句话停留在空气有多长的时间呢? 半秒钟也不够,是不是? 但很多人就抓住这句话,就细想这句话。 他骂我,没有用啊,我不是没有用啊,很不公平啊,怎么样啊? 我要骂他,我要让他知道他更蠢啊。 但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就更大的破坏。 所以很多人就吃垃圾,别人说的话放在心上。 但我们明白这些伤害的话,其实都落在基督身上。 好了,以赛数五十一章十二节, 唯有我去安慰你们的。 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狮人。 这是他们都要必死的,都要变如草的。 他们都要过去。 而且神如果要破坏他们的生命,神可以随时做的。 你们有没有听过李小龙啊? 以前 是的 有一天 我就 在电视 偶然看到 李小龙上电视 上电视 他上电视 是什么事情呢? 他 他 在电视 回复 说有一个人说他 恐吓他 说要用刀 伤害他 李小龙就上电视台 他非常的骄傲 他的头跟你说话都是抬起来,挖你的。 然后他就示范给这个节目负责人 他说我要示范一下 我就是我的手指碰到你,这个挤净,我的手指碰到你,然后我打你,你要放松,你不放松你就受伤,然后后面有这个椅子,就打他一下,他马上就倒在这个椅子上。 后来这个人,这个人叫何守兴,何守兴,他后来在YouTube有一条影片讲到当时李小龙打他的时候的情况。 好了,当时李小龙是很骄傲,他是觉得 我功夫很厉害,我不用刀去 去恐吓这个人 但当时他是做一个影片 这个电视,电影是 死亡游戏 这个死亡游戏就是说他扮作死亡,但继续没有死亡。 好了,当他有这个电影之后,这个电视,上了电视,刚刚,我觉得是神让我看到的,因为我平时都不看,是有缘在看,我走过,看一看,看到这个墓,然后看到是李小龙。 然后过了几天,我在路上,这个,我们有这个卖报纸的机器,上面写什么呢?李小龙暴毙,突然死了。我看到,不可能,因为当时他是非常出名的。 突然死了,我就觉得,不可能,不可能。我觉得是神,我觉得,这个是个人的觉得,我不知道,因为神没有告诉我,我觉得是因为他在公开的这种骄傲,而且是他这个电影的名字,死亡游戏,就好像死亡是可以一个游戏。 神就让他知道,死亡来到的身上,你得不去游戏,然后,就死了。 其实他死的原因,到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因为,好像这些人都尽量借盖这个实际上的,实际上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看到什么样了?当人犯罪的时候,他是必死的人, 他是必死的人,要变如草的人,李小龙是必死的人,也是要变如草的人,但他以为他很厉害,因为他的确,在全世界,看电影,他的确,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快,他的动作很美丽,很快,但在神的眼中,他是必死的人,所以我不是要怕他。 我也有一次很奇妙的机会,当时我在外国,我在圣经学院读书,圣经大学读书,学校就问我们, 你们愿不愿意有人留在你的房间过一夜,因为他们有些手来,有些活动啊,过一夜,我说可以,但我,这是没有床的,他在地上用一个隧道,睡袋,睡在地上。 这个人是一个中国人,他就跟我沟通,他说他是认识李小龙的,很多年前他跟李小龙一起玩功夫,然后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李小龙很出名了,很厉害,他的功夫很厉害,李小龙就跟他,跟你玩一玩好不好啊,他说好啊,他就一脚踢过去, 他就飞了许多尺,这个力量非常大,这个基督徒就向李小龙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啊,然后李小龙就说,我这个人不需要信耶稣,我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啊,但后来他死了,他后悔了,他必定后悔, 我需要信耶稣啊,但他以为他不需要,所以人是这么软弱,虽然有些人好像很强,他们的力量,他们的各方面都很强,很有钱,好像没有人能够胜过他们,但如果神要停止他们,神可以马上, 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停止我们的侍奉,没有人,但这些人,恶人,神要停止他们,神可以随时做,但神是用他的使劲,不是用我的使劲,我们有些时候说,这些恶人,神应该惩罚他,神没有马上惩罚他,有他的原因,这个不是我负责, 但当我明白人的不好,我就不会被他这样影响了,我就不会这样放在心上,不会受这么大的伤害 好了,然后真言十七章二十二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右上的灵石骨枯干 喜乐是良药,喜乐很奇妙的,科学家发现,当我们喜乐平安的时候,身体会自己 修复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创造很奇妙的,当我们放松,开心,整个人就健康, 但不开心的时候,腰上的灵石骨枯干,整个生命就破坏了,你看到,你有没有认识一些烦恼的人呢? 他们很容易有头痛,背痛,药痛,很容易有病,每一方面都很困难的,就是整个人,其实情绪影响每一个部分 包括我们看东西,有些手影响,他们看东西也看不清楚,听也听不清楚 而且他们的心里的看法也会变为外屈,不正被人影响,容易被人影响 所以恶伤的人是很苦的 但很多人说,人对我不好,我不能活得平安喜乐,我只能活得开心 这个就在乎我们能不能够处理了 人的问题,神会补偿给我们 人伤害我们的地方,神会补偿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我是这样相信 当我经历圣灵之后,我更加处理 我发觉没有人能够敞夺我的恩典 神的恩典都继续留在我身上 我希望你们都去这样看 我有神,不需要被人影响 这个思想处理了,我的情绪就可以处理 继续说不要紧,他骂我不要紧 不会死掉的,不会伤害我的,不需要放在心上了 好了,然后 当正从神就可以喜乐了 因为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一节 反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他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将一杯凉水给一个属基督的 都不能不得赏赐 所以我可以开心 我可以很开心,很开心 我们尊重神可以很开心,很兴奋 这个就是在神里面有喜乐的秘诀 我尊重神,我赞美主 神就很喜悦 这样我们的自信性就很强了 我们的自我形象就很强 很多人的自我形象是很弱的 人说什么话,他马上就受伤害 因为他觉得人的话不公平 就发露,就很容易受伤害 但如果我说人对我不好是他的问题 我不是要放在心上 就自己有稳定的安全感 为什么我不被人影响 因为我里面有安全感 我记得我是宝贵 不是骄傲,我是说每个爱神的人都是宝贵 神必定保守 你听神的话,神必定保守你 有一次我告诉你这个老师 我跟他配合的,他其实是传导人 有一次因为他安排我去教导 然后当时我有感冒 他就求神 因为他知道我的联系不少 他以为我的健康很有问题 他说神啊 你必定要保守约牧师的健康 不要让他死掉 其实我当时不是这样的情况 但就是说不要快快死掉 然后神就回应他 神说 他是我拣选的人 我不会让他死掉的 不要以为他会这么容易死掉 就是你爱神的话 神会用真的 看重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在天国很重要 有天国的智慧 我感谢神 我经历圣灵其中一个礼物 除了能够经历圣灵为人祷告 有依据释放 很重要是他给我智慧去教导 很简单 很容易明白 但很实际 我希望你学到 你将来 如果你能够好像我这样教导 人都喜欢听你的讲导 这些教导是不是容易明白 容易应用出来 这是因为 从我的生活来的 也是从神的话 也是从圣灵的教导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这样 所以这个处理情绪 不被人影响 就说不要紧 我不需要被人影响 有神保护我 有耶和华帮助我 我什么也不怕 神为爱他人预备去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 我是很宝贵 我是很重要 不是骄傲 不是我本身是重要 是神将我变为重要 我跟从神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神必保守我 这样的话 我的内心就平稳安静 人说什么话 我都不被影响 希望你们也是这样 平稳安静 刚才我说这个姐妹 因为在教会里面 有人 因为她知道我怎样处理 所以我说出来 当时处理的时候 那个人很大的怒气 但我还是很柔和地处理 这个就是因为我知道 用神的方法最好 柔和谦卑处理最好 我就平稳安静了 就不被她影响 求神帮助我们 能够有这个 不被人影响的心态 我停一停 然后再 我停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